农业部去年搞鸡蛋专业进口 撒了8亿1800亿万 买1.5亿颗 选技部大抓包 农业部这巨额的采购 竟然用一个简单的LINE 通知续产会 续产会在没有核定 没有招标 也没用采购法的情况下 就偷跑进口鸡蛋 那为什么有人可以先跑 是不是续产会的董事长 他是前主委 你们是要用我们的纳税钱 去还人情吗 先上车后补票 政府采购可以这样吗 扯的是当时进口1亿5426万颗 最后超过三分之一 多达5579万颗 通通过期被销毁 等待销毁期间 每天至少花超过20万 来仓储过其蛋 一天20万 一个月是不是就烧掉600万 你觉得没什么 很多民众可以去拿 拿去买一栋房子 名纸名膏就这样浪费 让他们颜色正确了 厂商就可以好好的捞这些钱 为什么八亿公帑的采购案 可以用一桶LINE就偷跑先办 他们缺蛋缺多久啦 每年陈其中是死鸭子嘴硬 你说没有 你已经落后部署了一年两年了 大家都在强大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比较快的方式 去通知他们 并没有先正式核定的 因为他是属于解析状 为何艺人公司超私 可以承揽亿万的大标案 依法政府补助50% 必须依照政府采购法受监督 但农业部说本案不受限 是因为刚好只补助49% 其他的公司资本盒全部都是上益 那为什么这一个50万名不见经赚的公司 可以这样来承揽招标这个业务呢 这些规定是在规范什么 不就是害怕政府部门官商勾结吗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每次大家都用这个理由就好啦 那缺高利财也可以这样子搞啊 怎么没有人赖我啊 偏偏这个时候他能够接到赖呢 原来8亿预算执政者交代就靠一通赖 原来上一标案莫名其妙 可以给一人公司来办 不知是抓到模拟的审计不厉害 还是民进党执政手段太厉害 记者钟成良曹天涵采访不到